中華民國110年2月19號 星期五又到了週末囉 開心開工的第三天又過了週末 又可以放假了 就把它當成是年假的延伸了 好週末到了 然後又是我們開工第一週 顯然我們一定要有重量級的 重量級的來賓 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地表最強隱居達人 迪亞 過年沒看的 週末可以補 必須要泼大家一盆冷水 就是那個江泰可能比較不知民間疾苦 必須告訴大家一下 除了這個週末雖然號稱放假 但禮拜六要補班喔 禮拜六要補班啊 YES 禮拜六要補班 我果然是一直 就是說一日狀況外 終身狀況外 我真的不知道要補班這件事情 要補班 好 那麼補班的放假的 可一天可以去看電影 是 好那補班也是開心的啦 因為可能 有嗎 有人補班會開心嗎 我們只能這樣子想 有人補班會很開心啊 好啦 好 反正總之這件事情也就是已成事實啦 大家就是用這個樂觀的心情去面對 那雖然我非常不希望被叫做重量級的來賓 特別是過年之後呢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面對現實的勇氣 我們家的體重計比我丟得很遠 所以完全也不想看他 我們先來插播一個體重計 你知道現在體重計喔 有些很討厭都是他會加體脂的功能 顯示你的體脂 感覺上好像應該要買那一個才可以 而且他還說這個操作簡單不複雜 你只要一站上去以後 他同時就會告訴你體重體脂 一切一切你不想看到的數字 所以這種我就跟他講 我說不要 基本的給我就好了 這樣不行 這個有的時候 不要 會覺得說就是 絕對不要這個功能 我的心理素質也要慢慢的斷裂 我完全跟他說不用了 這些都不需要 要培養面對現實的勇氣 雖然我個人也沒用 我馬上跟他講 我說不是錢的問題 是情緒的問題 站上去會讓我不爽 所以我決定逃避 所以這個時候量這種體重 好跟那個週六補班 大家應該還是比較希望補班 對對對 我寧願補班不要量體重 好 來看一下過年了 過年的票房 很重要了 票房來了 終於這個見真章了 今年的牛年春節票房大戰 到底是誰冠軍 第十名 這個是一個我覺得很有意思的存在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以前台灣要能夠看到很多 俄羅斯的電影是不太容易 但自從去年 好萊塢的大片 都不想給大家看 所以看就是俄羅斯風格耶 對啊 T34玩命坦克 那其實美國也是有拍一些坦克的電影 那為什麼俄羅斯這一部還蠻值得推薦給大家去看一下呢 戰鬥民族的啊 對 戰鬥民族 所以他們拍的這一個 坦克互相射飛彈的鏡頭角度是非常經過雕琢的 所以雖然片子大概有兩個多小時 可是大家不會覺得過很久 有些地方還拍的蠻刺激的 所以其實俄羅斯他們的電影技術是很厲害的 只不過就是他們有的設一些商業元素的梗喔 不一定跟大家習慣的好萊塢的電影是差不多 但這一部片子其實跟好萊塢片子還蠻像的 大家比較不會有這個進入的門檻喔 所以從過年 他其實是過年前喔 大概就小年夜前幾天就開始在上演 那一直到現在過年之後也仍然有場次 如果說大家喜歡去看一下這樣子的影片的話喔 加上今年過年又比較沒爽片喔 所以說呢 大家可以來考慮一下這個T34的玩命坦克 第九名 這個事是更早之前上演的喔 這個是我們都已經跟大家詳細介紹過 馬德里金庫倒數90分鐘 那就是因為口碑非常好 所以在過年之後他仍然還有喔 戲院完全沒有下掉 應該都是聽了你的分析以後大家都去了 那我相信網友摳爾相傳的力量是很大的啦 那所以呢本周他還是在第九名 第八名這個就更了不起了喔 這就是告訴大家就是好萊塢的片子有多麼不太 在最近的時候願意出來上片喔 所以呢 這個從去年10月底11月初就上的 鬼滅之刃劇場版無限列車片 到現在還有辦法在前十名喔 那他大概創下的這個日片票房紀錄 我相信有可能以後在台灣也不太容易 也能夠被超越啊 第七名我們總算看到了一部 就是台灣今年的賀歲片 叫做跟你老婆去旅行 那這個是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喔 他的原班人馬 而除了主角不一樣之外喔 編導都是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的這個組合 那這一次呢 聽起來喔 感覺就有這個片名就是讓人覺得有很多的想像空間喔 因為明明可以跟自己的老婆去旅行 為什麼老婆要跟別人去旅行 而且呢這個人還這麼明目張膽的講說跟你老婆去旅行喔 所以呢這個裡面充滿很多玄機就要去西院裡面看喔 那這個片子呢 本呃在這個春節票房期間呢 本週的排行是第七名 第六名這個也是靠口被一路撐到現在的 是去年的耶誕節就在台灣上演喔 美國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全部改成網路上架 那在這個台灣還有很多地方他都可以在西院裡面演 所以台灣就一路演到現在 這部片就是皮克斯的最新動畫靈魂幾轉彎 可可以告訴各位喔 除了台灣觀眾除了比美國觀眾幸福之外 還比一個地方的觀眾幸福非常多 我們要告訴大家 雖然呢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春節開工的日子喔 有一個地方現在才開始在沿赫碎片喔 為什麼 那個地方叫香港 啊 香港 對 因為之前都防疫的關係 所以西院都一直不能開 香港的西院從什麼時候就不能開 去年12月中就不能開 一直 因為去年12月中的時候 他們突然間 對 又多了很多的那個病例 然後呢 耶誕啊 這是一個大黨 特別是香港 就沒了 耶誕節 香港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英國的殖民地 所以耶誕節對他們來講 是這個重大程度不輸給農曆春節的大節 好 耶誕節不行 元旦不行 寒假不行 春節 所以說西院等已經等了已經關了一個多月之後 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說看看能不能農曆春節的時候 對 來拽票 仍然不行 他們一直拖到初六 才正式重開 那不就是三天前嗎 最近一兩天 對啊 所以說他們的賀歲片到現在才在演 那請問一下是哪些片 就是我們台灣已經看到快要下片的這些 比如說台灣現在已經幾乎看不到場次的神力女超人1984 他們那裡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去年12月底就演嘛 他們那裡去年12月就不能演嘛 所以現在才能演啊 靈魂急轉彎也是我們也是演了一個多月了哦 到現在已經很接近差不多快要下片的時候了香港是這兩天才開始 那鬼滅之刃也還在演囉 呃也有場次那還有一部就是這個香港自己的哦 他本來並不是春節賀歲片的但現在也只能是春節賀歲片的就是拆彈專家二 哇這個可能是拆彈專家可能會是香港本週冠軍 呃就要看看了哦 因為他碰上了好萊塢的大片哦 那不要忘了這些片子都在香港這兩天才開始再演哦 可能要多了 所以台灣觀眾真的要非常的感到很幸運啦 那這個是第六名靈魂急轉彎 第五名呢 這是我們的另外一部哦 台灣的賀歲電影叫做我沒有談的那場戀愛 聽片名其實比較接近是情人節的影片 那不要忘了 新年的情人節 對啊 情人節剛好是我們的大年初三哦 所以說很合理 所以今年的賀歲片多半都有一種浪漫的這個元素在哦 那我們有談談那場戀愛呢 有我們的台北電影獎的影帝哦 也是我們的金鐘獎的勢帝吳康仁 跟我們的金曲獎歌后艾怡良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組合 那他們兩個人雖然是男女主角 在電影裡面呢竟然不是演一對哦 演的是一對同母義父的兄妹 所以他們兩個人之間是親情的對手 不是妙了吧 所以說哎可是聽片名這樣子又應該要有一場戀愛對不對 那不就是曖昧的 那就是艾怡良跟別人談的戀愛 而且沒談成 所以為什麼呢就要去戲院裡面看了哦 那這就是我沒有談那場戀愛 接下來的第四名我覺得呢我個人介紹不夠精彩要由江泰來介紹 江泰又要來講一個故事那就是呢我們大家都很希望到了牛年江泰的某一些呃弱點能夠得到改進 但感覺起來似乎並沒有更惡化了 好我們剛才的已經談到了我沒談的那場戀愛是第五名 所以這是春節的 第四名呢就是你是要我來開場還是說要我來 那江泰應該告訴大家如何去欣賞這部電影的故事 好 比劇情還要精彩 對的 因為呢那經過迪亞在上一次過年前呢 他特別介紹了這部片子 所以我就非常想去看尤其是他是紅衣小女孩的這個 這個班底 導演對不對 班底算是做的 所以我就覺得一定要去看 那因為符合我個人的一些視學的興趣跟嗜好 所以這部片子就叫做我要認真的念氣魂 對 講到這個片名 是 但是呢江泰去買票的時候請問你怎麼告訴那一位售票的 影城的人員 影城 那因為我去看的時候呢我就有點那個特別 講說不能夠太遲到 因為我覺得預告是很重要的 好我就跟他說 我要追氣人 結果他說 什麼 我說追氣人 我跟你講 這真的是 這真的是靈魂急轉彎你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三個字會從我的嘴巴 但問題是追氣人跟氣魂這樣能夠算多少 1A嗎 1A 好像也沒有 也沒有沒有 沒有1B 對1B而已 1B 但是好後來經過了片 經過了我們這個偉大的售票員 很可愛很有耐心的告訴我說 是氣魂吧 他真的蠻厲害的耶 可是你還是很堅持不惜 我跟他說不是耶 是追氣人耶 他說是國片 我說對阿國片啊那個張正的 他說 氣魂 他叫氣魂 好OK我要鄭重的跟大家講 這部片名叫氣魂 但是因為迪亞講的說實在是非常引人入勝 我看了以後我發覺真的是非常好看 這部片子他有創意然後有演技然後有美女 是 真的是有美女 而且他的故事 而且美女沒什麼保留 對沒有保留 毫無保留的美 他記得看台灣版喔 台灣版才能夠美保留喔 你知道嗎 有些地方會有一些保留的 是的 他的是清純神秘還帶著一絲邪惡的美 這真的是台灣罕見的啦 好那當然是有我們的影帝跟大家非常熱愛的張君寧對不對 欸是念寧還是寧 寧嘛 他說要念寧嘛 張君寧首次落法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要講落法 也不知道每日一字一下 應該是寧 他的這個字呢 其實寫出來是上面一個這個 寶蓋頭 然後是一個必然的必喔 下面再一個 那下面一個冉冉上身的冉 冉 那這三個加在一起呢 不是再見的在喔 是冉 是冉 這個要很重要 那這個寶蓋頭加一個必 再加一個冉呢 這個字呢 寶必冉 念作寧 寧喔 他就是安寧的寧寧波 那個浙江有個地方叫寧波 寧波年高的寧 對 寧波安寧的這個寧的古字 所以說這兩個字是同一個字 如果說大家有機會 如果你們有一點無聊 甚至於說你們有一點神經病 到像我一樣的話 會去台灣的有一些很大的圖書館 去找 就是可能是六七十年前的一些老的報紙 就是 也許是連這個國民政府都還沒來台灣之前 在大陸印的一些報紙 你可以看得到上面 他們常常印的一些廣告上面 他的寧就是印這個張俊寧的這個寶蓋頭必更染 那我們現在這種古字用在什麼地方呢 只有在姓名學嗎 現在其實連這個打字都打不出來 打不出來要手寫輸入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他常常會把它寫成一個字型很像 但不是同字的這個寧 所以呢這個字呢 我也不知為何大家都要念寧 其實他就是念寧 是 那我們是製作聰明嗎 自以為自己有文學素養而亂給人家 沒有啦 反正基本上就是 反正很多人 就是說基本上呢 當如果你自己 人家念錯你的名字 你已經一直跟大家糾正到最後 大家依然念錯的話呢 那就僵錯就錯了 就說有一次呢 張俊寧他發了一篇新聞稿 就是給各大單位 那所有的媒體也都有登出來 就是說他在解釋他的名字 到底是什麼字 要怎麼唸 怎麼唸 結果發現一點效果都沒有 那後來呢 你也可以看到他每一次在廣告 或者說跟大家打招呼的 這一些什麼台呼啦 或者是短片啦 他永遠他介紹他自己的名字都說 我是張俊寧 好OK 依然也沒有什麼人把它記在腦子裡面 所以呢我覺得就算了 他大概也放棄了 那我們大家就隨便 隨便高興要怎麼唸 但重點在於 他演的這部新片非常好看 我們一定要再考江泰一下 這部片子叫做 剃魂 好的 謝謝 達到效果 來 你知道為什麼這個片子喔 我覺得他很精彩 是我覺得我們國片喔 有一種 你知道有一些導演 他可以抓住一些鬼魅陰沉 跟科幻的精神 是 所以這部片子非常好看 在於他故事出 你一定要看到最後 有些故事你可能看不到最後 對 所以我一定不會爆雷 我不要多說 多說就爆雷 千萬不要 像他這個片子 一定要看到最後最後 幾乎就是字幕出來 你才會知道最後的結局是什麼 所以這個就是非常 光就這一點 你沒有辦法預測結局 就值得了 我不知道等一下有沒有預測到 但是如果你 因為你的天賦異稟 你很容易 也不掛算出結局 也不是天賦異稟 你可能馬上就算出來了 但我覺得這部四座還不錯 那我在看的時候 我也講過了 就是我一直有想到 類似像以前 霓框的東西 雖然不是他寫的 原著雖然不是他寫的 但風格很像霓框的一些小說 那這個是第四名氣魂 我們大家非常推薦 鼓勵一定要看 大家來看今年的春節的 非常懸疑的一部這個賀歲片 那麼第三名跟第二名呢 這就是啊 今年春節很妙 雖然是牛年 但是有出現了這個 美國貓大戰日本貓的情況 居然有去年的太歲的金屬在裡面 雖然那個黑貓白貓 只要會抓老鼠就是好貓 但是美國貓碰上了日本貓 還是乾拜下風 這其實我也早就猜到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台灣這個受到的文化熏陶之下 特別是在動漫這一塊 日本一定是比美國強勢很多 我甚至很懷疑現在的小朋友 小的時候 還有沒有看過我們第三名的 這一個片子的東西 那我們的第三名 有啊 有重播過 有重播但他們會看嗎 不會 還是他們就看悠悠台 然後就轉去看日本的動畫 另外一台的日本台 你要知道 畢竟我們有經過日治時代 但我們也經過美國人在台灣很久的一段時代 我們沒有經過 美國沒有美治時代 我們只有美軍 美軍在台灣很久的時代 所以這個 但這個是我小時候非常愛看的 所以呢 這個第三名就叫湯姆茂與傑莉鼠 那他基本上不完全是動畫 他是真人跟卡通合在一起的啊 而且很好玩的是 最近流行的這些東西呢 他多半都會把這個卡通角色做得很像真實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前年看過這個皮卡丘 名偵探皮卡丘 或者說我們去年看的英素小子 他都會把那個動畫的假人物做得很真很真 特別是會強調他的毛都是很膨 然後感覺好像真的在身上有毛髮的樣子 可是我們的湯姆茂與傑莉鼠選擇的就是完全不一樣 他就是還是維持了以前2D卡通的那種畫法 所以你看到你就會覺得真的就是卡通跟真人合在一起 而且你會感覺那個很復古 那個卡通非常復古 很懷念 我個人比較喜歡這種樣子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湯姆茂與傑莉鼠就是要這樣 就是要復古 那個灰不能夠是科技的灰 I like you inside I like radio 好我們剛才的第三名湯姆茂與傑莉鼠 第二名 那就是stand by me 哆啦A夢2 那畢竟日本貓在台灣經營了很久 而且這個漫畫動畫 然後再加上很多不一樣的系列 雖然這一次呢 stand by me 哆啦A夢2 其實在日本上演的時候 它是去年10月多11月的時候上演的 有造成很不小的爭議 就是因為編導在裡面有放入了一些自己改編的部分 那當然日本的觀眾都是很希望能夠很忠於援助 那可是呢 剛好就在他們改編的部分裡面呢 有一些地方讓觀眾覺得說 怎麼可以編成這樣 多半問題是出現在我們的男主角大雄的身上 那關於大雄是不是一個值得 哆啦A夢在他旁邊一直守護幫忙他的這個人 幫他擦屁股的人 那這個電影呢 Stand by me 哆啦A夢2 裡面又有一些深入的剖析 那觀眾看了可能會 每個人比自己的意見都不會一樣啊 我個人看的時候我會覺得說 這次大雄的表現真的 某些地方蠻讓人失望的 雖然他後面還是有一些成長 但是希望說呢 以後可以不要再這個樣子的表現下去了嗎 畢竟過了很多事情 你應該慢慢的學習 要開始變一個大人了 那這個就是第二名Stand by me 哆啦A夢2 那我們還是很高興 就是今年的台灣春節黨賀碎片的冠軍 仍然是我們的台灣的電影啊 就是角頭浪流連 應該角頭浪流連 這樣才是這個片子 這樣才像是 比較正常 它正確應該是這個樣子講 它的氣味 那這個氣味應該是這樣子 角頭浪流連 是這樣子 你講的很文藝講 我沒辦法 因為我從小就不是 因為我從小到大就沒有辦法去混這些東西 因為我實在是太沒有辦法跟他們握在一起了 那這個片子呢 其實呢 我個人會覺得也是有奇妙的地方 我們需要從這部開始詳細的講呢 還是說 是的 我們就是在角頭還沒有來的時候 我們趕快就開始了 就開始來講一下 那其實呢 有沒有延續前兩部 那應該講說角頭這個系列在台灣也是非常妙的 它的第一集呢 跟第二跟這一部 三部片子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二跟三是同一組人馬 一跟二三是不一樣的人馬 那就是一是獨立的 所以有的人就是覺得說 當初角頭二出來的時候呢 有人就開始覺得說 那人全部都換了 還能夠叫做角頭二嗎 那其實呢 編導是有把角頭一的一兩個 算是比較 這個不是第一第二主角的人物 但也算是很重要的 類似像蔡正男啊 高潔這些 拿到角頭二裡面 讓他們再出來一下 那像蔡正男就是客串一下 然後高潔的話 是演另外一個不一樣的角色 的老大嘛 所以呢 稍微把一跟二串了起來 那那個時候大家就會覺得說 一跟二好像這個連接很薄弱 那其實二跟三 就非常的緊密 為什麼呢 因為二如果說角頭二 等於有點像是一的 某一種程度上的前轉 前轉 雖然彼此之間的連接很薄弱 那三的話呢 這個角頭龍流連呢 就是第二集的真正的前轉 那所以說角頭戲劇 反而是越拍越往前拍 越拍越往他們更年輕的時候 那現在要講的是 角頭二的時候 我們有看到高潔旁邊 有個小弟就是正人說 是不是 可是 高潔旁邊應該是王世賢 王世賢下面是正人說 對 為什麼這一集沒有王世賢 因為這一集王世賢 年紀要變比較輕 所以就找了柯淑媛 來演年輕的王世賢 好吧 詹姨我還是最愛王世賢的 我就一直在找王世賢 這會讓人覺得 有點比較訝異的是說 理論上 我應該要喜歡的是 也不是 應該是說 這其實也有一點 符合人體的這個發展 因為年紀大的時候 身高會縮水 所以柯淑媛 怎麼忽然生 老了以後就變矮了 這也蠻正常的 那所以說這一集算是二的前傳 前傳 再往前 再往前 對那不過呢 這一次的話呢 主角就不是這個 因為我們知道二的話 主角是王世賢 跟周道龍 對 周道龍在第二集的結局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戲份了 嘰嘰 再往前面一點點 the pose要有 可是呢 腳頭這個 高潔龍 這一次呢 他是主要是把正人說 就是在第二集裡面 王世賢手下的五虎將裡面的 這個大將 把他拉起來變主角 所以呢 三集的主角 又都不一樣 可是呢 這一集的主角呢 就是正人說 所以變成 王世賢的角色 就退居次要 然後就是柯淑媛來取代 嗯嗯嗯 那麼 那麼你的 你覺得這個二跟三的系列啦 你喜歡哪一個 應該直接問吧 對不對 我覺得江泰有的時候 不要太讓人為難 因為我覺得 在高桃面前講錯話 通常下場會比較嚴重 很容易 很容易真的要吃一顆榴槤了 不是讓榴槤 我們只能說呢 就是三集每一集的方向都不太一樣 那我會覺得某些地方來講 有越來越厲害的這個層面 那就是進步很多啦 腳頭有進化 應該是說這一次跟上一次 他的這個方向不一樣 上一集的話 要畢竟還是兄弟之間的情意啊 發展為主 那這一集呢 就比較接近是剖析 單獨剖析其中的一個黑幫分子 他怎麼樣去面對他的生活周邊的感情啊 所以這一集會多很多愛情的成分啊 那就是上一集 其實很妙的是 上一集的這個腳頭二呢 雖然已經是兩個 大概一百二十一分鐘還是一百三十分鐘 他片長已經不算短 但仍然把正人碩的感情的故事剪光了 所以呢你會發現說 正人碩在裡面其實suppose是有一個女朋友 而且那個女朋友的角色呢 還算是跟主線關聯還蠻緊的 就是被安排成是王世淺的妹妹 所以說他基本上跟他上司的妹妹是有談戀愛的 那可是呢 因為上一集的這個片長太長了 所以他的戀愛的這個部分幾乎全部被剪光 所以變成有出現他的女朋友 但問題是就是在一群人裡面啊 所以你就會感覺不出來這兩個人之間是有談戀愛的 甚至於這個女的站在這裡 你也不知道是王世淺的妹妹 都沒講 因此就變成說在前段的時候 他們可以很就是非常方便的 再幫他安排另外一段不一樣的感情 那上一集裡面他也幾乎沒有連結嘛 對啊有幾乎沒貪到什麼東西嘛 所以這一集就可以名正言順 就安排一個新的女朋友 而且新的女朋友也很妙 就是找到你大概不會想像是這兩個人可以搭在一起的 就是我們去年以怪胎入圍 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的謝欣穎 那謝欣穎基本上呢 跟正恩說他們兩個人的型跟戲是差蠻多的 對就是你不太有可能會看到他們兩個湊在一起變成一對 可是呢在這個電影裡面你又會覺得說 這個有點衝突的組合感覺好像 又不一定是這麼的想像不出來啊 那只能說這次謝欣穎他是很能夠配合他的對手 就是因為謝欣穎大家知道他曾經拿過金馬獎最佳女配角 他曾經是吼笑錢力捧的女演員 所以說吼倒看他就是知道說他有這個很厲害的演戲的底子 你知道謝欣穎 他丟在什麼地方他大概都能夠跟那個環境組合裡面融合在一起 他就變色龍嘛 你知道謝欣穎過年我們都在看他 因為過年在演怪胎 所以呢 我們就覺得怪胎然後再看到這個賀歲片對不對 又覺得今年又是謝欣穎年耶 你有沒有覺得國片 對 我覺得國片有兩大有兩個兩派的這些人 如果是撐起了這幾年的影壇的主力 例如女的你可以看得出來是大佩跟謝欣穎 好 特別是最近這一陣子 這一陣子對不對 怎麼轉都是他們 然後呢男生呢 就是正人說吳康仁 對 對不對 就說是不是國片不能少這 惡靈惡情呢 就是 已經開始把他們封成新的 是不是很像就是這四個人不能少 好的所以我們這個非常有大進步的角頭 浪流連 我們應該給就是開工嘛 要講吉祥話就是今年是金牛年 勤奮的金牛年 多金的金牛年 我們要給幾頭金牛 嗯 給金牛喔 所以說我們大概給 牛有沒有辦法吃批一半的 和牛 3.5頭金牛 但基本上呢角頭浪流連 我必須要就是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 就說如果大家期待看到像第二集 第二集是有很多的動作 跟血腥的部分 江湖動作 那其實這個角頭浪流連裡面 比較不太多那個樣子的成分 他比較多的是人物感情啦 還有就是某一些喔 類似像他有另外一條支線 是龍少華演的這個老大 然後跟他的女婿喔 聖劍他們之間的這個勾心鬥角的這個過程 那所以呢我覺得這個電影的重點 可能就是要用這個樣子來看喔 就是你可能沒有辦法期待說有太 像上一集一樣就是廝殺了這麼多 不過我們也必須要恭喜他 因為呢 據說到現在他們的全台票房 也已經破了一億元 你知道有些人喔 他站上去就是把這個名字喔 key上去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覺得這個就差不多回本了 可是他們也是真的就是回本了 那當然啦 可是會覺得說 欸好像有他們的名字 就回本一半的感覺了 所以說接著下來就看看說 角頭這個系列 因為感覺上三集票房是越來越好嘛 所以就是接下來的話 繼續努力 如果往下拍會不會 還要再往前面拍 還是可以往後面拍一點點喔 就是也許有可能一路拍拍拍拍拍拍 欸真的就會把第二集跟第一集 可以拍的連在一起 所以我們也變成是漫威了嘛 他們真的就是以這個心態來營造 漫威 所以說真的就是有這個樣子的計畫 那我們大家也就拭目以待 所以呢接下來 江泰還想要再討論哪一步 欸我覺得我們那天已經講了 你說跟你老婆去旅行對不對 還有我沒談的那場戀愛 其實剛剛好就是這三部國片 都擺在了賀歲的嘛 那我們已經談了這個角頭 那氣魂因為還有大陸的 他應該算是有大陸的資金對吧 對而且這個這個 好但是我覺得幾部國片 我們是不是應該特別給他 講一下 不是吹捧就是說 對分析一下 吹票一下 吹票一下就是要幫忙一下 當然氣魂 我覺得我現在要講 我覺得氣魂應該會被提名 最佳男主角跟女配角 應該還有沒有別的可以再提一下 希望還有機會再提更多 更多嘛好吧但是我覺得男主角女配角 是一定會穩的 會被提名的 好的那迪亞你今天要推薦大家看的是哪一個 我沒談的那一場戀愛嗎 如果說是一個這個演員組合新鮮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我沒有談的那一場戀愛真的是還蠻有新鮮感 你一定要講一下為什麼我們會想到這個很會唱的金鐘歌手 艾依良 對這個選角的過程 他是金曲 對不起不是金鐘 金曲歌后 好艾依良為什麼會想到他這個idea 我真的不是編導 所以我不曉得 但我只能說他們幫艾依良設計 就是一般來講 你第一次演戲 你可能沒有辦法一次給他非常重非常男的戲份 所以他們就很設計 就是給艾依良的這個角色就抓出了一個主軸 他的角色就叫做面瘫姐 不是說他去演一個擺面瘫的小姐 不對 他演的是他是一個職場女強人 但是看起來就是很冷面 李柯太太嗎 類似那一種 所以說他的下面的人員就比較年輕一點的同事 都有點敬畏 而且不是很喜歡他 因為覺得他怎麼看起來好像就是 不知道大家都欠他多少錢的 那種感覺是一樣的 你這樣講就完全選對人了 真的是選角超厲害 你這樣子艾依良聽了會不會傷心 不是你知道有一種人是他是漂亮的 可是表情不多 對可是他的視覺感很強 也就是說你看他的臉其實你不會忘記這個人 所以說他這個視覺系的人很強的人 你這樣子形容這個戲色非常有看頭 所以基本上就是吳康仁跟艾依良在裡面是同母亦父的兄妹 所以說他們的母同樣的這個同 剛好他們兩個唯一的交集就同樣都是同一個媽 這個媽當然就一定要是我們的國民媽 就是我們的李美秀 那不過李美秀這一次又不太一樣 就是大家平常看到他出現在賀歲片的時候 95%以上會覺得是搞笑 但不對 這一次他出現在這裡他就是一點都不搞笑 而且他演的是一個甚至於是一個很憂鬱的中老年的媽媽 他就覺得說他自己的婚姻可能走不下去了 然後他覺得他可能在家裡面跟老公之間已經完全 整個都已經疏離一道 這段婚姻大概是已經沒有什麼持續的可能 所以他常常一直掛在嘴邊的就是他想要去那個那個 對 所以這個那對美秀來講是顛覆以往 我們對他的既定的路線 對不對 所以他這一次反而不是搞笑擔當 而且呢甚至於在結尾的時候就是跟吳康仁有一段母子打開心結的這場戲 據說很多人的哭點是在這裡 反而不一定是在愛儀良有沒有談成那場戀愛上面 對 我們重點不是我放錯了 我們在想到底那戀愛為什麼談不成 所以這個片子比較妙的是 他不是喜劇 他其實不完全是 他裡面的他並沒有刻意要搞笑的地方 甚至於應該講說他並不是因為說我在賀歲檔上 所以我就 對對對 他弄了一大堆這種笑點啦噱頭啦沒有 八星報喜就是了 就完全沒有八星報喜 雖然他的明星陣容蠻堅強 但沒有每個人都出來報喜 那甚至於有些人在裡面是碰到了有些有一點心碎的結果 那這個片子是比較有點療癒戲的感覺 所以他其實呢我必須說 為什麼要推薦這部電影會有一點點困難是 他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 他是看有一點像吃個人電波的這種電影 就如果說你剛好在也是類似主角的這種情緒 或者是有經過過類似的情形 你可能會被打的打中的非常慘 從頭打到尾 哭得稀哩哗啦出來 那如果說你可能是非常平和 就是你的生活裡面比較沒有大風大浪的 很幸福的人的話 你去看可能會覺得好像沒有必要這麼的多愁善感 那算還是看湯姆貓跟傑利鼠好了 湯姆貓和傑利鼠我也覺得個人很可憐 是湯姆貓實在太慘了 我覺得傑利鼠真的是個霸凌他的惡霸 我覺得每次大家都 你知道湯姆貓只是因為表情狡猾 然後製作聰明 他真的是呆萌 我必須說我強烈的懷疑 雖然我們現在有點歪樓 但沒有關係 反正這兩部電影都是同一家電影公司 所以我們從這邊跳過去 電影公司不會來怪我們 可是我們剛剛還沒給分耶 不能直接跳到這裡 那我覺得因為是比較爭議性強烈 所以我先給三頭金牛好了 因為畢竟喜歡的人絕對不會只有三頭 那可是也有的人會不太吃 所以我們補給再下一周 對我說喜歡的人會補給他很多頭牛 那這個回到湯姆貓與傑利鼠的話 就會變成說我真的強烈的看出來 這個編導你被我發現你的立場了 他就是支持湯姆貓 一定是貓奴 因為這部電影裡面 他就是奴才 從頭到尾 湯姆貓其實沒有露出太多猙獰的 或是狡猾的表情 反而是傑利鼠 從一開始就非常的露出很多性格上的弱點 所以我覺得這部電影基本上就是這個 湯姆貓的支持者去黑傑利鼠的一部電影 而且很成功 大家看了以後都會被都會倒戈到湯姆貓 我覺得終於有人知道了 湯姆貓是最可愛 而且是從小就最可憐 被誤解的 好雖然說鼠年過了對不對 可以罵了 可以罵鼠了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湯姆貓從小就被黑 湯姆貓太可愛 對所以電影裡面整個讓湯姆貓來一個大翻轉 大喜白 那所以說這個片子呢 我覺得也是屬於吃電波的那一種 如果你很不小心的 我是貓奴 迪士尼的愛好者啦 然後覺得老鼠超可愛的 那千萬不能來看這部 這部的話呢 他就是要給貓奴 貓奴 如果說你不能夠接受傳統的卡通 可以跟真人合在一起的話 你大概沒有辦法看 那所以呢這個電影呢 我剛好就是可以 所以 就是打到你 有打到我一些些 所以呢 這個我們仍然也是給三頭金牛 因為喜歡的喜歡 不喜歡的也不一定會吃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講到這個 國片 國片 跟你老婆去旅行 那這個片子的一個好處是 疫情期間 大家不能出國 他剛好在疫情期間之前就拍完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神算 加拿大的風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加拿大魁北克的風景 石井喔 石井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尼加拉瀑布 我們可以看到加拿大這個很美的露營區 所以說 這個電影 其實你買一張票 你就可以雲遊神遊到這個歐美 大家很久以來沒有機會回去 但是 希望今年有機會可以再回去的歐美 有有有 陳時中說期待 對 這個電影講的就是呢 兩個男主角 鳳小月跟張書豪 他們兩個是很要好的大學同學 那他們兩個在大學的時候 就認識了陳妍希這個吉他社的美女啊 那張書豪馬上就一見鍾情 可是呢 這個 張書豪在裡面也就是一個 家裡比較沒錢 所以從小就要去打工啊 所以感覺就是 比較土 比較土 比較台 比較慫啊 就是女生可能 一般不容易會馬上看上的那一種 那鳳小月當然就是跟他外表一模一樣 就是那種混血帥哥高富帥啊 這很容易就被女生第一眼就太喜歡 花倫啦 的那一些 所以這個電影裡面呢 鳳小月就要想辦法 因為他既然知道自己的好哥們 就已經喜歡人家了嘛 他就要幫他追到陳妍希 那故事的開始呢 是事情已經過了十年之後了 就是張書豪跟陳妍希也結了婚結十年了 但是呢 張書豪仍然是事業不成功 他就希望呢 這個時候他開了一家家具行 可是他的家具行需要一筆大錢來周轉 去買一批他覺得可能可以在台灣賣得很成功的歐美家具 但他需要現金給他進去 那這個時候陳妍希他是自己開了蛋糕店 所以張書豪就希望說陳妍希能夠把這個店收掉 把錢拿給他自己去買那個家具 所以陳妍希當然就覺得不開心啊 這為什麼為了你要犧牲我 而且他又聽到說張書豪好像要去跟他娘家借錢啊 所以他就覺得那我們結婚結十年到這個樣子 我到底對你來說算什麼啊 你已經都把我看成是 有點像銀行了 有點像是去 我這邊 你不能周轉才我這個地方想辦法找錢的話 結果呢 張書豪跟陳妍希的婚姻就開始卡在困難關的時候 欸 竟然很意外的 張書豪跟鳳小月在路上重逢 而且他們的重逢 是剛好兩部車子不小心撞在一起的這種重逢 欸 這種意外應該要多幾個 啊為什麼 因為你撞到你少女時期 你的偶像 這個機率多好 對不對 No 我是說張書豪跟鳳小月 所以變成說只是 不是女主角撞的 No 好的 好 就是他們也是已經很多年沒聯絡的好哥們 無意中因為這次車禍擦撞碰面 然後鳳小月就講了一個 令大家覺得很沉重的消息 就是說他其實發現自己得了非常重的 非常重的絕症 大概可能也剩沒多久時間了 那這個張書豪當然一方面也覺得很感傷啊 因為畢竟是這麼好的朋友 但接下來事情就不對了 就是鳳小月聽到他們的財務危機之後 他就說 好我現在可以幫你 你要一千萬我可以給你一千萬 但是我有一個代價 什麼 就是我要跟你的老婆去旅行 只有我們兩個人去加拿大旅行 這怎麼有點像桃色交易啊 對 那一般正常的男人聽到這種事情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說 雖然錢還蠻令人滿意的 可是有沒有辦法點頭啊 再加一點我就同意 看了以後就發現說 不對啊 你沒有當下立即拒絕 所以他真的也是非常的難過 他就說好 你既然都已經是這樣子的話 老娘就跟他去 我覺得他 不要你決定 我就去 看到鳳小月也應該是打折都去吧 不要這樣嘛 這世界上總是有一些真愛至上 然後不一定很看遠的 憑賤夫妻百事哀啦 好啦 江泰人生的智慧 我的意思就是 我覺得是真的啊 好啦 那所以說接下來呢 鳳小月也應該是真的 兩個都欣然同意 就去加拿大旅行了 那張初遥也覺得 不行 他必須要追去加拿大去 要不然的話 誰知道中間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很奇怪啦 他心裡面 畢竟還是有在乎老婆 跟他的男性尊嚴 先問一下付款條件是怎麼談 我很在意這個人生很重要的是付款條件 因為呢他並沒有損失 因為張樹豪呢聽到這件事情之後 隔天呢就是他的秘書已經告訴他說 帳號給我 你已經有一千萬到的帳戶裡了 哇天啊他當下就把帳號賣給他了 因為呢 這也太快了吧 他當下也就把陳希帶到機場了 哇都不用辦護照的 簽證也不辦了 沒有啊反正彼此都會有 這個很東西都很快就把它弄好了 好吧 他說其實還沒有完成這個旅行 他的錢已經到他戶頭了 所以說鳳小愛其實有一點好處 他已經錢先給了 所以接下來我要做什麼事情 你都管我不著 因為我錢付了啊 那他既然已經有了這個周轉金了 對不對 可以完成老公的願望了 對不對 那老公什麼時候開始覺得狀況不對 又覺得嗯 答應太快呢 就是在這個支票已經進去的那一剎那 他就已經充滿下定決心要趕快殺到 加拿大去 他其實心裡面 戲裡面的安排說 他其實一直都還是蠻在意老婆的 只是真的也是很沒錢 那可是呢 對啊 聽到這樣子的感覺 他還是會覺得說不行 我一定要追過去 要不然遲早會有事情發生 那他有股氣說退款嗎 有啦 他後面還是有講說他不要錢 他要老婆 來不及了 呃也 會不會來不及了 那就不能講啊 那當然覺得說這個電影裡面 還是有很多的轉折 那雖然 編導是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喔 蜂蜜全台灣 甚至於大陸也很賣 韓國也很賣 但這部電影裡面會不會這麼悲傷 還是說因為過年的期間 所以他有很多比較喜趣一點的地方呢 大家就是去戲院裡面看了 所以這部是賀水片 聽你這樣講就是賀水片 有浪漫有出國 對 可能有一些好玩的地方喔 所以他真的就標準的賀水片 就衝著他有世界真奇妙這一點 我們就應該要給 這樣子 那既然江泰會給這麼多頭金牛的話 那我可能可以少給一點 我覺得蠻公平的 今天都給三頭啦 大家彼此都很和諧 好祝大家補班快樂 出位 觶inet 出位 出位 networ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